其實昨天是一件事件 因為阿里巴巴之前被媽媽罰了這麼多錢 基本上我想你整班都害怕的 都會震的 還有昨天剛才說的會議 你都背得好數 五個什麼 五個什麼 其實都說得明白 其實它裡面的文章都是一個要針對 譬如說目前幾間大企業 很針對去投資的一個叫做團購的服務 所以其實美團可以說字眼上是首當其衝 成為這次事件的負面拖累 所以昨天的攻略都比較重 加上可能你都留意到 其實昨天也看到一些資格的數據 看到星期一來講 似乎美團突然間有一個倉位 三億多股的倉位轉到高盛那裏 所以也有傳聞或者盤猜測 究竟是否美團想做一些配股的行動 當然到昨天為止 或者今早來講 美團也說市場上的猜測是不熟悉的 也很難猜測這個行動是代表什麼意思 但是短期來說 其實美團的負面的陰影 或者不明朗因素會繼續存在 也很難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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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